2021月神秘之夜,第二集今日的主題,終於到了《神的粒子》 但在未講這個之前,又影響了我的選擇 昨天才看到,跟大家說聲,因為很多人說這宗新聞,而且寫得很離奇 標題是地球磁場隱藏傳送門,穿越時空直達太陽 我看下去就完全不知道要說什麼,你學家知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都被他的標題吸引了,當時我看過新聞 結果我自己的看法都是標題黨 如果你看回英文媒體的新聞,他純粹說 Election Diffusion Region 他純粹是研究太陽和地球本身的磁場結構 發現他們間歇性會出現一些太陽磁場和地球磁場會連結在一起 當他出現一些連結的時候,帶電粒子就會比較有效地 由太陽那邊傳到地球那邊 於是就令到帶電粒子遇到的阻力少一點,容易一點來到地球 其實你說跟這些穿越時空有沒有關係,完全沒有關係 簡單來說,完全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疑問 就是現在的報章不明白物理學,又寫物理學,又扮得很懂物理學 那真正的物理學家怎麼解釋你的現象呢? 怎麼解釋,你說這麼多人報… 就是胡亂說話的現象 我沒有說過 一人不夠人讀物理 但是他這個…他基本上… 傳媒呢,你發一個這樣的新聞的時候 他一定要引述是哪一班物理學家 那他要引述的嘛 其實實際上他都是由一些… 其實問題是,物理學家那些出現了很多分歧 他其實是由一個外民媒體來 他其實如果正正當當地翻譯,不會出什麼錯的 不過偏偏他又自己加一些新東西進去 是…因為看到我也有夠雲 沒有什麼必要 這個啦,大家不要被他嚇到,不要被他帶到 我們將來會說的… 他擺錯擺東西,這些擺在那些什麼富刊娛樂版 台長,你有開空投資票 不要緊,我開習慣了 他現在當作是國際新聞來的,就有些問題 入正題啦 神的粒子啦 這個就是…我複述回… 昨晚那些朋友見到我的時候問我什麼呢 他說那些人是不是真的見到粒子 那我就說,喂,見不到的… 見不到的… 那你只可以見到那條track 那我打得對不對 都對的,然後你可以再去追問 那條track怎麼來的 是啊,他沒有文公報 就是這樣理會 可能當時都聞到你,你也未必懂得 其實你問我的時候,我第一時間都是上Wiki查一查 那我要覆說一下為什麼今天選這個題目 因為呢,這個題目呢 我自己身邊的感覺 很多人很有興趣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有一個錯覺 因為實際上這個粒子 最初出來的名字 就不是叫God's Particle 我說過的這個 是叫Goddamn Particle 那一個科學家 應該是吧 Leon Lidderman 就很出名 應該是說什麼人 他又是不斷研究這件事 他研究到那一刻 就很興奮 搞了那麼多年 Goddamn 其實大家都知道 實際上是英文的少許粗口 他就出書的時候用了這個字 但是去到這個編輯那裡 就覺得不額 是在市場推廣上有些問題 所以剪了個字 剪了個damn字 這樣就搞定了 那些人呢 自此之後 就對這個神的粒子 或者上的粒子 有某種的… 遐想 不知遐想 這是一個obsession 是以為找到粒粒子 找到創世的真相 但某個程度是對的 這與創世有少許關係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要找到這個粒子 他將那個環境 是要變回大爆炸 是模擬的 不要說變 是模擬的 應該說是模擬 我們在理論上 應該是創世的大爆炸 那一刻的狀況 是電腦數據上模擬的 你做不到真實的效果 真是 我們由頭開始 Begin at the very beginning 這顆粒子 今次在日內瓦的大型粒子對狀器中 它是怎樣找到 以及過程大概是怎樣 你可否複述一次給我聽 其實很簡單 它將兩個質子的鋪彈 對狀 對狀 對狀產生一個很高溫高熱的狀態 當然 你本身比下去 那種對狀的能量越高 你可以模擬到 越 接近 越早期的 這個宇宙創生時候的狀態 因為 接近而已 我們相信 因為無限地 你只能夠去接近而已 你比得能量越高 你可以推前的時間 就越前 但是 你哪怕推前的時間 是少到億萬分之一秒 但你可能都已經看到很多東西 因為它開頭 宇宙創生的時候 又沒有到有那一刻 是很多很急劇的事情 在很短時間之內發生 那 以往為什麼這麼難找呢 因為以往 是未做到這麼大能量 這麼大型的對狀的實驗 那 今次它真的建成了這個 這個儀器 那個能量級 去到一個叫做 一百 乘上十的九次方 這麼多的電子伏 這個能量級 就可以嘗試去逼近一下 究竟在這種狀態的時候 相對於宇宙是 那個能量級 大約一百 乘上十的九次方 這個電子伏 這個能量級的時候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會不會有一些 能量本身很高的粒子 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得出來呢 結果就是 的確找到少少東西 發覺就是 如果對應這個大約一百二十五個GEV 一百二十五乘上十的九次方的電子伏 的時候 是有少少訊號看到的 我們會看到 當這個狀擊發生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很短暫地 產生了這顆 Higgs Boson 那個叫做 中文點譯 波色子 希格爾波色子 Higgs的波色子 它存在了一個很短的時間 然後它在極短的時間之內衰變了出來 衰變出來的光子 所以我們可以量度 於是我們就說 似乎有一些證據 是找到這個希格爾波色子 不過如果聽一般的報道 如果沒有錯的話 其實差不多都肯定了 你記不記得 他如果叫做五個Sigma 就九十九點後面還有三次四個九 多一點四個都不太好 其實查回表 九十九點九九九九 肯定的程度 應該就是 那個位置有些事情發生 而我的事情 根據科學家的說法 就是 跟我們理論中 希格斯的理論裡面 出現 他猜的那顆希格斯波色子 擁有的特質 是相似符合的 但是你說那顆 是不是真的代表 我直接見到希格斯波色子 沒有 我們看到有些事情 從一些東西衰變出來 是符合了結果 但是其實 以往 因為都有一些粒子 是透過這樣間接的觀測出來 而我們就肯定 現在所以我們都相信 幾肯自信是找到的 所以那個朋友問我 就是真的見不到的 不過你起碼看到他的痕跡在那裡 我們就由此推算 聽說 就說 Stephen Hawking 和希格斯 這位朋友 打賭 打賭 那是不是賭卓呢 他就 一百元而已 他就不是直接跟希格斯道 他跟希格斯的那一邊 他研究者 其實現在結果就是 就算 那些人說到幾不肯定也好 起碼 Stephen Hawking 就認了書了 認了嗎 他拿了一百元出來 你形容一下他的樣子 他很有趣的 就是大家如果看回 這個英國《衛報》 他就專門找回 就是你在Google找回 Stephen Hawking 那你就 Higgs Boson 跟著一百元 那樣 你找到整二十幾版 是說他輸了一百元的 那有一段影片 《衛報》就拍到他 你可以看到 我自己會這樣形容 就是 Stephen Hawking 在這十幾年來 最大的肌肉運動 是笑的 對 他就笑到上眼眉 就是因為找到 起上眉沙 那你怎樣解釋 解釋他這個反應 他是很開心地 去輸了這一百元 他很樂意地去輸這一百元 為什麼會這麼開心 這個最詭秘的 又未至於太詭秘太神秘 不過只不過就是 你看到那些物理學家 實在餓得太久 因為你說如果做粒子物理學家 這口氣就已經忍了很多年 你說 在曾幾何時 這個粒子物理學 最豐盛的年代 就是1980年代初那時候 即是那時候 連丁紹忠都拿了 諾貝爾物理學獎 就是因為粒子物理 他有一個J-side particle 就是以他命名 之後等了很多年 因為 而且在自然界裡 那些粒子 就是要找 你要找到那些粒子的時候 你一定要達到某一個能量級 才可以找到那些粒子 中間就有個Gap 即是有一些比較低能的粒子 已經找到 於是乎你想再找高能一點 你要集中更加多的金錢技術 去見更加大的加速器 才能夠去找得到粒子 那些粒子 是比較能量高的 阿西文學琴笑 他笑了 看不見他笑 他還未來的 後期 即是後一點 你看到他 後面應該是大小 這是電視的樣子 這個我覺得 是二十年來最大的肌肉運動 那大家忍耐一下 因為我們想 對大家看到阿西文學琴 他笑的時候 那個樣子是怎樣的 大家忍耐一下 我們可以先講講其他事情 那你覺得 斯文學琴 其實他賭很多鋪都輸 是 他特意的嗎 其實他特意的 他覺得這些他輸得起 還是想激發其他人 嗯 我不認識他 我又不認識他 你不是很朋友嗎 但你說實際上 實際上 在這個學問研究裡 基本上這個實驗未做的時候 兩邊都有人買了很多很多的 即是你說 其實現在這一刻說找到 但你說 就算我認識有同學 都在做一些理論 就是說 其實我已經做了一個理論出來 就解釋為何找不到 哈哈哈哈 即是已經 已經戴定頭盔了 那不知道英國的賭博公司 有沒有開這些盤口 一定有 一定有 我想Steven Hawkins 都買他自己的書 他買了很多 可能有hedge自己的 哈哈哈哈 那我們趁他未笑之前 我再問一個問題 不要緊的 他因為這個太多人看 現在大家應該就是 現在就要七千多 但過多幾天就 我想幾萬 當然一個最核心的問題 就是 整件事是甚麼來的 即是怎樣解釋給聽眾呢 這個我就覺得這樣 今晚我們就不可能 由ABC開始講起 大家其實要聽幾集 最重要的一集 首先要聽了 我們跟李易商博士做的那集 很早的時候 很早 這個很早期 因為當時已經說 其中一個要搞這件事 浪費這麼多錢去做的 實際上其中一個目標就是 找這件事 我們已經說了 其二呢 就要聽我們跟陳志文博士做的大爆炸 那第三個 因為都是前年的事 前年的事 我們預言了很多事 我們預言了找到的 不停在追 他最近在follow這宗新聞 第三個是subumentary,即是補充性 其實你應該要聽超言理論 去年這個時候 所以我們做節目有部署 我們會陸陸續續做這個節目 我們知道之後會找到什麼? 時光隧道 你會準備的 我只是Wiki 加上蟲洞 大家聽完之後 你回去再回覆 其實是很深的事情 他整個思路一落 邏輯性很嚴謹 但當年,講述Hicks-Boson 這個科學家都想了幾十年 那個傳說是怎樣? 因為太深了 所以英國的教育部的部長 他曾經出過一條題目 他說你用一個最通俗的方法 可以解釋給雷文 不讀物理學的人知道 如果解釋得最好的人 就會有獎金 當然我們日後有人去做這件事 而且有一個答案 但就算這個答案我聽不明白 但及到Hicks-Boson 找到之後 就有人做這個比喻 我特意寫給你 我就不厭其長在這裏說出來 是不是交際會那個? 你聽我說你就知道 講這個人 就叫做Ian Sample 他寫一個本書叫Massive 就是專門討論神的粒子 這個比喻 我又想聽一下大家聽出來的感覺 聽完之後會不會明白 這件事 這個我應該會把連結出來 但這個比喻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去麥當勞吃東西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貨盤 這個貨盤裏面 就是宇宙最初的時候 就扔了很多波 很多個波仔 這些波仔很輕的 沒有重量 所以飛來飛去飛來飛去 速度很快 這就等於我們一直在說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的質量 Mass是越小的話 你行的速度就越高 所以光子 有什麼時候光速 後來的波仔 就變慢了下來,出現這個現象,就等於我們今天所認知的Mask的質量 但仍然有一類的粒子是不會黏到這些東西的,那些就是光子 所以光子行的速度就是光速那麼快 我這個比喻,物理學家聽了之後,有沒有偏差呢? 其實都對的,基本上你可以理解,裡面有很多元素可以對應 究竟什麼是Hexprosan,什麼是希格斯牆,都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剛才台長說到,審了一包糖,麥當勞盤 糖的粒粒,就是我們想找的希格斯波式子 現在只不過我們想找一下,我們這個世界上這些粒子 在一盤希格斯波式子中間游來游去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些游得快,有些游得慢 有些就完全,當那些希格斯波式子可以沒有到的 有些會游得慢一點,有些會覺得很黏滋 我想問是否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就是剛才所說 有些是完全不受影響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它都是受影響的 只不過它反映出來,它受影響的程度 是慢到我們肉眼,或者我們觀察不到的原因 那一定會有這些粒子 譬如說,電子在整個標準粒子模型裡最輕的那一輪 是呀,我們中學的攝影機都知道 你可以理解它是,它遭遇到的阻力比較少 它表現出來的那個慣性,質量就會比較小 反過來,有些在標準模型裡面,靜子質量很大 譬如說,Nutron 有些更誇張的是,跨克 譬如說,Top Cork 它是非常重的 就代表著它在希格斯波式子牆裡面 去游的時候,就游得很慢 是,它被那些糖黏了,就是用最... 這裏就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這個牆的概念 這個感覺 因為那三個包糖,就等於一個牆 是的 那我們可否用這個解釋,去解釋這個理事力牆出來呢? 呃... 其實那種哲學背後的觀念是怎樣的呢? 就是我們過往學物理,其實很多時候就像中學生都一樣 它會首先由那個物件本身的自身解釋 就是我們說,為何有利褻力牆,是因為有利家成 為何有重力牆,是因為有些東西有質量 是的,然後有電牆和刺牆 是的,那梁錦牆我不解釋完 那大家自己 elaborate 但是現在呢,在這個牆論,大家最難明白的一個地方就是 那個主體、客體是調轉了 就是以往我們認為,因為... 應該有那個牆 應該有那個牆 因為有個個體 而產生的牆在周圍 現在是調轉了 現在呢,做量子牆論的人一個想法就是 例如說,是牆做就了我們這些物體 賦予了我們這些物體的一些特性 就是因為希格斯波色紙 大家很多顆這樣的波色紙去形成一個這樣的希格斯牆 它就賦予到穿過這些希格斯牆的那些 一顆、二顆的東西有不同的特性 即是你由那個現象去推算這個物體 就是有這個東西出來 整個邏輯都是一樣的 我們看到那些風不進來 我們就看到有一個理事實場 整個邏輯都是一樣的 都可以這樣說的 不是,用回舊時候 池牆,我們看到一些金屬的東西 我們不受它影響 剛才博士說得很好,就是主客關係 情況就是,我們應該建基於有一個池牆 令到其他地方有些異常的反應 如果應該沒有池牆的話 他們說金屬是不會向某個方向動 這些 但如果你用現在的方法來講 是用一個粒子的方法去考慮 如果我們說歷史的歷場 我們是不是有這個歷場 裡面有所謂的Leon 即是Leon 加一個On 即是黎明的Leon 很認真 其實是這樣去想的 其實就是說 又不完全對 我們不是說理解這個世界 就用完全用一個粒子的模型去看 其實更加 fundamental 是由一個長 對 而長很多時候裡面的體現就是真的 而同時間我們也可以把Wave看成粒子 基本上粒子和Wave在長論的概念裡面 都是一個長的表現 或者可以簡單一點 就是說粒子 其實我們是去到很微觀 去預測某一部分的活動 而去到一個Wave 就可以宏觀一點點 一個集體的活動 你說去到長的概念 直接不需要這樣想 只是一個環境 你可以說它是空間上面的長的一些擾動 它有時會體現出來 是一個讓你感覺到粒子 有時讓你感覺到它是一個波動 是的 所以它是更加根源的就是 由一個本身長的概念 然後在長的上面一些擾動 讓你感受到這個長上面 是有一些粒子 或者有一些波動 然後它會碰撞的 是會有質量的 有一些是會距離行經過 阿賴,去到這裏 普通人又會覺得是聽到夠暈 我們用一個比喻 會不會是等於我們海洋裏面的魚 海洋裏面的魚 我們是魚來的,但我們可能是見不到水的 亦都見不到水的份子 這是一個舉例用過的 譬如說水浪動的時候,我們便感受到這種影響 因為我們身處其中,我們可能覺得,其實我們都在海洋裏面 但這些東西捕的時候,我們的感官未必能感受到,但我們可以透過其他的一些儀器,可以感受到這件事 是的,而且譬如說在水裏面,可能我透過在裡面驚一驚的水,令到產生了一個波浪出來,令你感覺到 這就是代表著我和你之間的一種力的交換 哦,這就是相對的 是的,其實我們現在的人是怎樣理解兩個粒子之間的互動 譬如說,因為我擾動了這個牆,我和這個牆有相互作用 這個牆又和你有相互作用 我將擾動透過這個牆,傳遞給你 他們整個哲學就是這樣想的 所以為什麼?就是大家更加關注這個牆本身的性質 那些互動之間本身的性質,多於那粒子本身 那如果講到這裡,就回到這個在愛因斯坦的商道論之前 因為大家如果有讀過中三的物理學,我都知道 就是當時在愛因斯坦之前,就在討論這個以太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整個宇宙充斥這個以太 那些光彩在上面去走的時候,它來和回的速度可能有影響 那當然後來證實也沒有這件事 但是問題就是,如果你回到希格斯粒子這個牆的時候 某個程度就是回到我們當時講的以太這個 會不會有人想以太,只不過是一個希格斯波式子 裡面都是一些希格斯波式子來的 只不過是不同一個說法 其實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因為你現在說,有人真的研究這個以太 或者有人會轉過的名字,叫做暗能量 用這個名字來講 究竟暗能量裡面有什麼性質? 還有,大家更加關心的問題就是 如何湊夠數呢? 因為我們由宇宙學的觀測,由宇宙膨脹的速度 我們知道那個暗物質,暗能量需要多少 才能夠讓我們看到這個宇宙學的觀測 但是,其中有人著手就是 不如由這些量子長論去著手 會不會這個希格斯牆本身 這些希格斯波式子本身擁有的能量 是可以幫我解釋到部分這些暗能量呢? 甚至乎就是說,不止的 在一些比理論上比希格斯波式子更加高能量 更加難找的一些,譬如說叫做超對稱的粒子 其實我們在《超原理論》裡面那一集有提過這些東西 一些更加重,更加難找 你要建立更加巨型的加速力氣 去找的那些理論上存在的粒子 如果找到的話呢 那又可以更加有效幫我解釋 為什麼會有暗能量,或者暗物質 所以是有人朝這個方向去 由量子長論去嘗試去解答這些問題 但是,通常的問題就是 現在理論上都是遇到兩個問題 一是抽不夠數,太小 一是條數太大,去了無限大 這個我們就說過多次 如果不是這樣,也不會引發這個《超原理論》的討論出來 其實剛剛陳志雲博士解釋得很清楚 再加上EAN Sample的比喻 其實我希望聽眾聽到大概 大概,至少有個方向 有個方向 有個方向先 但很可惜,講到這裡 Simon Hawking都還沒有笑 對,一直都保持著 對,保持著 我們有些原機一樣 大家在搶著Pan Riff 有些原機 或者他不想笑 賭完那百元之後不想笑 那我們就等他笑 我們希望第三節回來的時候 他會笑 他會笑 OK,我們第三節再說